中央社记者杨启芳日本十元市九日店拉米哥桃园今天与罗德的交流赛中,年轻投手群遭狂打22分,虽然桃园总教练红一中开玩笑说向打击练习,但他表示,这对选手来说不是坏事,经过震撼教育一定会更进步 桃园今天共动用7名投手,分别为翁伟军,江国谦 张明祥,苏俊宇,赖志远,朱俊祥及黄子鹏 总教练红一中表示,由于在台湾与对手彼此熟悉,有时教练讲的东西,明清选 手不一定听得进去,这次出国面对不同等级对手,他认为对选手不是坏事 先发投手翁伟军,紧投一局被敲出伍志安打,包含九棒平泽 大和的两分全雷打,投了两次四坏保送,失掉7分 红一中指出,看得出来翁伟军很紧张,紧张到,教练在场边,都看得出他接下来要投什么球 不过红一中表示,经过这次震撼教育,翁伟军若有想法,接下来一定会更进步 红一中笑说,由于罗德派出一军打线,赛前就有预期到输的几率较高 不过没想到会这么惨烈,都快要变成对方的打击练习了 我还开玩笑问说,要不要在投手前嫁个王子,还可以保护投手 今天上场的7名桃园投手中,红一中表示,中继二局无失分的赖志 源头得不错,但只有一场比赛还不能下定论,之后还要再观察 投手教练曾义成也指出,现阶段来讲赖志远表现不错,看他接下来能否把握 编辑,翁翠平10800209罗德狂轰22分十元岛交流赛首战击退桃园中央社记者杨启芳 十元市九日电拉米哥桃园与罗德在日 本十元市举行交流赛,今天首战,罗德打线上演大屠杀 紧赖志远和皇子鹏无失分,共敲出24支安打,含六发全雷打,以22比0打败桃园 桃园先发投手翁伟军压不住罗德凶猛打线,紧投一局被敲出5支安打,包含九棒平泽大和的2分拳 雷打,投了两次4坏保送,失掉7分,这局罗德总共打了10个人次,结束后翁伟军就退场 接手的江国千也无法止血,第二局一上场就被尖野刚事敲安打,接着又连丢两次保送形成蛮累 罗德新洋炮瓦尔加斯·肯尼斯·巴尔加斯击出高飞牺牲打,再攻下一分 接着安田上线更是轰出3分全雷打,再度把比数拉开 第三局江国千被中村蒋无轰两分炮,在背景上擒栽敲二垒安打后退场,由张明祥接替,先投出保送后,接连被田村龙红,平泽大和,刚大海敲安打,失三分有一分计在江国千身上,总计江国千投一局,被敲出6支安打,投三次保送,失掉7分 张明祥之后稳定下来,第四,五局都无失分,今天中继三局,被敲出5支安打,失两分 第六局苏俊宇紧投两个打席,皆被敲出安打,因强席球伤退,紧急换上赖志源救火,他 上来就丢爆头失一分,再被击出高飞牺牲打,不过第七局赖志源投出首次三上三下 第八局罗德台湾选手李杜轩上来带打,结果从朱俊祥手中轰出阳春拳雷打,下一棒高宾卓再敲一发阳春炮,演出八克托八克 K连续两位打者击出拳雷打,随后安田上线又轰凉春炮,加上连续两支安打再攻一分,比分来到22比0,中场罗德就完败桃园 相较之下,拉米哥桃园打现熄火,第三局透过朱俞贤,张敏 林立连续安打,有满垒大好机会,不过最后一双杀打无功而返 桃园本场出现八支零星安打,锦林立单场双安 拉米哥桃园与千叶罗德海洋的亚洲门户交流战,已进行至第四届,不过两队 从2014年就开始进行交流,目前对战13场比赛,罗德以8胜5败战上风 10800209编辑,陈清芳10800209